雖然是猛禽 才一个多月大的零角梢 面对人类局促不安 这只还不会飞 还是个小猫球 无法在母亲身边长大 或受伤的猫头鹰 要存活不容易 好像小朋友一样 它就撒娇了 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 刚刚是 现在是这种撒娇的声音 好啦 最乖好 你最乖 被称为猫头鹰爸爸的范木春说 苗栗师坛是全台猫头鹰最多的地方 常能看到和鹰霄 羞流 黄嘴角霄 东方角霄 和鸣角霄的身影 他和太太决定成为猫头鹰的守护者 所以这一路猫头鹰中途就在演 八年 九年了 对 怎么会变成了一场 这一天很多父母带孩子来认识猫头鹰 这个中途之家也是生态教育的基地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 不要导玉类的不要去偷养它 因为它的笼子里面 它拍动舞动翅膀的时候很容易折损 少了不当对待就多些翱翔天际的生机 范太太把祖传的山林全让给了猫头鹰 在这里猫头鹰被照顾到能飞能觅食就也放 几个月的缘分却是范氏夫妻愿意花一辈子的生命之夜 在这片三公顷的土地除了我们所占的平台 还有给猫头鹰养伤之用的中途之家之外 就没有再额外的开发了 还是希望能够多留土地给猫头鹰作为栖息地 也希望就有认识猫头鹰 让大家更珍惜它们爱护生命 祝马鸡上欲做无限的支持 祝马鸡上欲做无限的支持